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看介绍是款DRPG 想来可以玩到9点了 结果这垃圾游戏真的是无聊透顶 RPG不像RPG解谜不像解谜 到处乱逛收集些意义不明的物品 还死活打不够boss 一找攻略发现这垃圾游戏根本没人玩得下去 还有这个 我真想删之前说这是福利游戏的自己一巴掌 完全没福利不说 还要忍受这女的在那做做的扮乖乖女 欲哭无泪的我 最后只能找暗人的两款精英游戏寻求安慰 没想到都是系统复杂上手超难 还没有任何新手教程 这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 真的 不是我不想做 是真的没法做 我也只能寄希望于95年会有好游戏让我重拾信心了 年初首发就是福利游戏 实在是有够振奋人心啊 偶像却是四季派 国内俗称美少女却是 初代是1993年7月30日发售于SFC的全年龄麻将游戏 3DO的特别版重新绘制插图后摇身一变成为16型游戏 玩家要做的就是和萌妹子们一对一的打麻将 赢了就能得到记忆翻牌抽取特殊道具的机会 彻底打败对手后也可以看到福利插图 游戏难度并不高 连我都可以轻松通关 而且游戏的氛围和人物间的对话也很轻松有据 是罕见的能让我这种门外汉也能玩得很开心的麻将游戏了 塔罗牌占卜这名字实在是够简单直接 游戏做的是挺到位的 占卜 讲解 介绍 一应俱全 可惜我对这类玄学真的没啥兴趣 下一个吧 这是一款马戏团主题的抑制小游戏合集 每通关一个小游戏就可以看一段杂技 不过随着通关的小游戏越多 杂技的重复率就越高 游戏的3D场景和过场动画做的还是不错的 明显能看出到了95年游戏制作水平的上升 而且这全是外国人的游戏还是正统的日本出品 这个富兰平台全程说的都是日语 要不是明显带着外国口音 我还真以为是后期配音的呢 这俩就不用我说了吧 又是绘本系列 下一个 Makaroni Horenso 是同名漫画的改编游戏 原版漫画是日本70年代爆红的传说级搞笑漫画 不过作品风格和其中的笑点在现在看来早已过时 况且游戏的素质也不高 我就不细细品味了 高尔夫大厂T&E竟然出了个RPG游戏 而且看画面还是类FPS游戏 这可令人期待了吧 我这满腔的期待在玩了10分钟后就被无情地消灭了 这玩意儿简直是个随机地牢生成工具 就和现在的各类沙盒游戏生成了新世界一样 进游戏前先要调整地牢内部的规模状态和英雄的各项数值 然后进游戏就是到处乱逛 既没剧情也没教学 身上一堆物品连个最基本的介绍都没有 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最搞笑的是我人物穿上盔甲装备盾牌后 防御力反而下降了 真的是游戏如其名 够让人失落的啊 Montana Jones是1994年同名动画的改编游戏 游戏搞得3D不像3D 2D不像2D 两者各种违和 其中穿插的小游戏也是屎一般的操作手感 真的是毁了质量极佳的原作动画 你说动画影像你直接拿过来用 为啥帧数都能变差呢 难道是因为标题恶搞电影 所以要遵循电影改编游戏都是渣的良好传统 EA发行的标准围棋游戏 不会玩也看不懂 下一个 没能收到这款游戏实在是让我很痛心 原本还准备这期从H游戏开始到H游戏结束呢 那么至此 94年的补完和95年1月的10款游戏 就介绍完毕了 这次除了脱衣麻将以外的游戏质量都不高啊 希望下一期会有惊喜带给我吧 不然真的要回不上雪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不要忘记点个收藏加个关注啊 我是公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